台北市中山分局28號大動作的進城掃黃 不過當場是查獲了一名酷似韓星 全智賢來談蔓營的韓籍女子 在28號發掘有一名 行跡可疑的女子進入旅賓館 因此我們部縣在巡線查緝到 韓籍女子跟一名嫖客剛完成性交易 該應召集團就是以 日籍跟韓籍的應召女 為一個噱頭來欄客 那嫖客也是因為有這個噱頭 才想要試看看 那確實來的這個女子 照嫖客所講的也是蠻像這個全智賢 那同案我們也逮捕一名良姓的馬夫 全案一妨礙風化以及 社會秩序維護法的部分 進行裁罰跟移送 長相庫斯韓星全智賢的 羅姓韓國正妹警方調查 是以觀光名義來台 這段期間共揭克了10次 每次架碼高達1萬到1萬5千塊錢 偵訊後是被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給裁罰